下午两点钟 欢迎加入这些电视节点新闻 大家午安 我是沈宏盈 那么新闻开始看到香港理工大学成为了战场 最新情况 我们时间交给怀安 好 今天转回到国内 我们聚焦普悠玛号去年出轨 导致非常多人是白白送命 关键的照应呢是因为超速 但没想到时隔一年又爆出 其实是有司机员都是惯性在超速的 最新的情况 我们时间交给一选 2020总统大选今天开始呢 受理登记 韩国瑜跟张善政的现身领票 韩国瑜强调了希望可有那么一场 这干净的选举 可是这次完毕呢 他立刻转身要离开 主持人当下其实蛮尴尬的 因为他说张善政都还没有致辞 韩国瑜这才马上回头 让对方发言 我们来看 好的 大家刚才看到这一幕呢 张善政的搭档韩国瑜这两个人出现了 但是在他们之前半个小时时间 左右的宋楚瑜跟他的副手 余香还有包括余美人 以及刘悦彤等人都有献身 他们抢投降 第一名要来登记领票 第二名来登记领票的则是 韩国瑜还有张善政 当时呢还在一百多位年前的包围簇拥底下 大阵仗的走进来 还有现在大家等的就是参议官 还有赖清德这样的一个组合 所以你看看呢 根据我们掌握到的最近民调结果 像是联合报 还有美丽岛报做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民调数字 你看呢 其实呢 现在英德配呢 势如破竹 在联合报 还有美丽岛电子报的部分 都是胜过对手韩国瑜的 还有这张善政的国阵配 而第三组参选呢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支持度呢 则是大概都是在8% 这样的各位数字在徘徊 而你看看这样的一个数字整理呢 英德配是一百分之四十五是领先 包括呢 这国阵配的百分之二十九 还有余湘配的八% 那么如果呢 另外一份民调数字显示呢 这英德配则是一百分之四十九点六 领先国阵配的百分之三十二点八% 而最近各党部分区的名单 也是陆陆续续在出炉当中 最新的调查结果呢 政党支持度 蓝绿其实各拿下了二十九% 打成了五五波 正当昨天总统蔡英文呢 才正式宣布将会搭档前行政院长 赖清德征战2020总统大选 但是这个时机点呢 这国防部证实 公布着对岸解放军手艘的 国产自治002航母舰队 直接穿越了台湾海峡 尽管先前才缠出呢 这一艘航母大概是2023年 才会正式服役 但是突然之间这样的一个举动 时机点非常敏感 所以外界也解读大陆政府呢 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 要借机影响台湾2020大选 娱乐圈的交代 我们继续交林志玲跟Akila 17号在台南美术馆举办了婚礼 紧接着after party呢 可以说是越夜越精彩 越晚呢 宾客们是越嗨 就连林志玲自己也是放得非常开 不知现场呢 直接跟老公Akila肉物 甚至呢 还帮起Akila把这纽扣给解开 帮她脱衣服 现场的气氛可以说嗨到不行 就连小S也来参与叫 说要她脱快一点 然后呢 这激情之语呢 两个人之间也不忘感性喊话一下 比方说Akila也向众人喊话说 绝对绝对会让林志玲 成为最幸福的人 而林志玲又回她说 谢谢你 让她相信爱情 这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呢 现在也是幸福的 冒出了好多的粉红泡泡 而昨天晚间的最新直集 我们来看看 林志玲的浪漫婚礼结束了 并可以陆陆续续离开 林志玲自己也搭乘高铁离开台南 那么最新的状况 我们时间交给有赞 好 今天的大家一周都是蛮开心的 沉浸在幸福的喜悦当中 讲到Akila不只是非常有声势风度 甚至还被大赞说 是爱太太的模范好姐夫 在婚礼上面还被捕捉到这一幕 这林爸爸呢 直接用台语说 一切都要拜托你了 其实大家都很开心 志玲姐姐最后是有一个好的归宿 小兰口呢 无论是在这巫师大宗子拍照的时候 会先前呢 印杂志之腰到富士山拍摄这婚纱的影片 Akila其实全程呢 都是对志玲姐姐非常的呵护的 甚至呢 帮她注意步伐 帮她调整一下造型 让大家沉浸在很幸福的氛围当中 就连天宫也很纵美 富士山阳光灿烂好天气 还出现一道彩虹 当天赞泰 就像是上天 有位两个人的幸福爱情 在座见证 好的确讲到林志玲也是昨天全场最美的一大焦点 这回婚礼当中呢 完美的画下了一个句点 总共呢 是五套礼服也成为最为吸睛的焦点 比方说呢 像是精品跟她合作设计的这样的一套白纱 然后用手工服务制出来的珍珠 配上了同品牌三套Akila的西装 所以这两个人之间的衣服服饰呢 可以说都是非常的登对 鞋子还有钻鞋 加起来这些行头价值是超过500万的 其他你看看呢 还有其他亮相的礼服呢 每一套都是不太一样 而且各有特色 比方说仙气的晚宴服 那么其实还有点蓬蓬的这样的一个裙子效果 另外这一套呢 粉嫩粉嫩的旗袍送客装 还有最后呢 参加After Party的时候呢 有点小鹿性感低胸的这样的一个性感礼服 参加派对 而只能说呢 来自台湾的品牌呢 总共是有两套礼服的 粉红色的这一套旗袍呢 是送客服 中心合并的工法呢 还是用了所谓的带子袖 祝福智琳姐姐可以成功升下 双抱台 香港警方在17号出动了水炮车 还有瑞武装甲车 他们强攻卫在鸿勘的理工大学 这就是大家看到呢 大半夜的时候 火光四色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发射大量的催泪弹等等武器 示威者呢 他们起初呢 是用砖头 砖头的方式来回击 但是呢 当水炮车呢 不断试图要逼近校园的时候呢 他们立刻也是以这汽油弹来防守 所以就像这样子的一个场面呢 双方之间是发生了对峙 而且大概12个小时之后 对峙依旧还在僵持当中 警方进攻的时候 前线的记者呢 甚至还直接被水炮车猛烈的射击 击中倒地 当场昏迷之后 他的头脑是受伤的送医抢救当中 而且你看到 其实整个状况呢 李大呢 被大批的防暴警察进驻之后呢 每天晚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平静 甚至学生想撤离 还没办法撤 只要被撤 马上被警方给逮捕 你看到有人呼吁说 希望不要出现六四的惨况 而包括你看 现在大家发现说 这警察的装备 通通都是荷枪实弹的 他们当中呢 拿的这手枪都是真枪 里头呢 其实包含了像是A-25的步枪 可以容纳20发的子弹 这也是警方的 使出的最后杀手剑 真的校园非常的动荡 不平静 甚至已经沦为了战场一杯 而现在呢 学校呢 也发出了联合声明 希望说呢 包括学生啊 甚至师生等啊 相关人员 希望他们都可以赶快离开学校 因为真的已经不平静了 包括港警呢 已经发话说 希望呢 在李大这边呢 重演六四 但无论如何 其实国际都是高度关注着香港情势的 在校园这边呢 会不会出现这无辜受害的学生 或者会不会有无辜的市民呢 被他们的催泪弹或者是实弹给波及呢 也是大家很关心的焦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雄林 拜拜 拜拜